委内瑞拉总统遇刺后发生,请特朗普帮忙抓人。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次日遭遇未遂刺杀,事后,他发表全国讲话,只认委内瑞拉反对派与哥伦比亚政府和一些住在美国的人和谋刑刺,希望陶纳的特朗普总统打击这些恐怖主义团阔,目前,哥伦比亚政府否认参与刑刺,美国政府没有立即回应马杜罗的说法。 委内瑞拉今年5月举行总统选举,马杜罗应得连任,但选举在委内瑞拉反对到联盟抵制,美国、哥伦比亚等不少拉丁美洲国家不承认选举结果。 委内瑞拉总统出席军队活动演讲,发生至少两起爆炸当地时间周六四日,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首都加拉加斯,出席一场军队纪念活动电视讲话时,现场发生了爆炸。 报道着,现场至少发生了两起爆炸,委内瑞拉总统遇刺美门立刻曝光,与官方对立新说法,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无人机协计一事又有新进展。 据美联事报道,现场的消防员给出了完全不同于官方公布版本的另一种说法,附近的居民楼里没期惯炸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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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